上一讲,我们给大家讲了极地的第一大块理论部分,就是五蕴聚合 五蕴聚合导出的概念是人无我 那么法性空是由什么概念导出来的呢? 这就是极地里的第二大部分,十二因缘说 十二因缘说又叫缘起论 它是佛教的一套独创理论 佛教立宗以来,每五百年,所有的概念会为之一变 基本上会把前期所有的理论推倒 包括人生是苦,这么基础的概念,在大城里都有含混的否定 但有一个事情从来没被推倒过,就是因缘说 不光因缘说没有被推倒 它甚至被宣称为整个佛教大厦哲学理论的基石 因缘说的基本命题是 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世界就像河流一样 浪花是因为这里起来,那里就下去 这里起来,那里就下去 所有的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 它没有孤立的存在 任何的事物都处在一种生灭变化里头 它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 望何欣说 缘起说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世界是运动的 不存在永恒,只存在刹那 在早期的佛教经典里头 缘起这个词和佛法这个词 或者说法这个词是同位格的词 有一句接语是这么说的 叫若见缘起便见法 若见法便见缘起 所以佛经就把缘起的本性 直接定义成了佛法 佛教的这一学说 就是世界的事物是运动的 在当时是具有革命性想法的 它实际确实反映了客观事物的这种普遍状态 就是我们今天用今天的哲学思想回头看 说太先进了 它反映的也是实在 但是能否把这种运动观完全应用于人生呢 这个实际是非常值得商榷的一件事情 我们在这里提一下吴卫大师的宗教框架概念 吴卫大师是这么认为的 宗教框架分四个 就是历史的宗教 文学的宗教 神学的宗教和哲学的宗教 宗教就像一张桌子 它必须有四条腿才能站住 它分别是历史 文学 神学和哲学 所以说 很多时候 一些宗教信徒在讨论问题的时候 会很纠缠的原因 就是他们没有分清宗教框架里头的四个腿 他们经常会用神学的观点去纠缠哲学的观点 或者用文学的观点去纠缠神学的观点 就是他们把宗教框架里的四部分给搞混了 任何一个宗教 这四部分应该划分的非常清晰 我们要清楚 哪些是历史的佛教 哪些是文学的佛教 哪些是哲学的佛教 哪些是神学的佛教 因为在宗教方面 很多佛理只要一沾上神学 信徒们就不让讨论了 这跟基督教非常一样 就是你只要讨论一些哲理性的东西 或者说佛教医学的东西 跟神学一旦混上 大家就没法讨论了 所以我们要谈我们的课程是什么 我们的课程是宗教框架里的两部分 就是历史的与哲学的 关于文学的和神学的 我们不讨论 缘起说 归根结底 可以叫做英国铁律 就是一切缘起现象都是英国 这是我们现在非常好理解的 叫英国论 在这里我们要引申一下 西方哲学 现代哲学的发端 西方哲学现代的发端 是英国哲学家休默的 叫做休默之问 休默之问就提到了英国论 是什么呢 就是说英国律 到底是客观的 还是主观的 佛教的缘起论 是这么回答的 英国律是铁律 是客观的 就是说它不以主观变化 但是这里头忽略了一件事情 如果英国律是客观的 是无违法 是横 是不变 那法性就不空了 而且这个世界上 所有事物的联系 只有因果律一种吗 难道就不存在 偶然和自然的可能吗 比如人类 它会得癌症 癌细胞 就是正常细胞 在分裂的时候 一种非常偶然的变异 这种变异 是不可知的 那这种偶然 是不是一定要捆在 一个因果律里呢 所以佛教的神学化 就是因为因果律的非客观性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有的时候 要把两件毫无联系的事情 或者是偶然的事情 一定说成因果关系 这样就不是因果的客观性 而是因果的主观化 这种主观化的认知 最后就推出了 佛教的轮回报应的教义 十二一